農曆新年,要去哪里拜拜? 新年要做么? 拿红包咯! 拿红包? 哪里有红包,派红包咯! 不要笑,你也是派红包,我就拿红包咯! 不不不,我新年要去拜拜咯! 走咯,我们去拜拜! 拜拜,走走走走! 每一年在農曆新年,拜拜咯是 华人的传统文化! 我们来祈求新的一年,身体健康, 出入平安,还有生意幸福! 最重要的是,有女朋友! 当然我们可以向神明答谢以及还宴! 我们带你们来到第一间庙,是 大博工百年老庙! 来到大博工百年老庙咯,在新年期间,你可以点龙香啦, 大塔香啦,七星灯, 个人或合家的光明灯, 还可以点黄黎蜡烛啦! 我们第二间来到的庙就是,林兰谷庙! 这一间庙是整个太平最具有传说的一间庙! 传说? 嗯,传说! 以前的这一对石狮,有一天晚上去太平湖吸水, 然后被英国人的兵拿枪射中, 过后就回来这一间庙! 各一天呢,他们就发现这一对石狮其中的一支, 有子弹的痕迹!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庙都会有一对石狮的, 就是塞工跟塞骂, 我们看进庙,右手边的就是塞工, 你看到没有孩子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看进庙左手边呢, 会有一个小孩的,这个就是塞骂! 所以我们拜神的时候呢, 就要拜右手边的时间, 就是拜了塞工, 再来拜塞骂,再进庙! 在新的一年,你来到了陵兰古庙, 你可以张挂一整年, 但是在我年代我们就要开挂一整年, 就是你可以来这边捡! 然后这边最出名的就是拜泰碎啦! 诶,兄啊!新年要到哦, 最怕就是亲戚问我哦,一个人过得怎样? 又没有女朋友,几时要结婚? 都怎样一个人咯,怎样结婚呢? 走,我带你来和仙姑庙,拜拜! 来到和仙姑庙叻,它的主神当然是和仙姑咯, 我们可以向他请求姻缘, 或者是更加好的缘分! 所以新年我们可以来这边点他的九星长寿灯, 就是长寿的! 然后或者是可以点七星光明灯! 阿龙,如果你要找女朋友叻, 就记得捡了一条红线的来去! 如果你成功找到女朋友叻, 记得来这里还宴! 就是呢,把你带回去的这条红线呢, 放在这里来还宴! 这样如果女生要找到朋友叻,当然可以啊! 这里是求姻缘的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要带大家来的第四间庙啦! 这间庙呢,就是台北最出名的观音庙,走! 这里就是观音庙啦! 由于里面是不可以拍摄的, 所以我们就在外面解说! 这里啊,拜拜啊,有一个很很特别的模型的! 就是我们看过来拜拜的人, 会在那个拜拜桌子走三圈! 我也不懂是为什么,但是可能是转音, 可能这样拜更灵! 所以你们来拜拜,你就要懂得怎样拜! 这间就是最后一间我们来到的庙啦! 这间庙啊,是拥有138年的泰国老庙! 啊?泰国庙啊?有什么特别呢? 泰国庙就特别啦! 这间啊,除了拜拜之外,你可以加持! 加持什么呢? 加持新车牌啊,新车啊,新钱包啊! 或者是你有佛牌的人,你可以来这边加持你的佛牌, 或者是请佛牌! 走!我们去看看! 我每次来这个庙呢,我都会向这个Rusy, 闻闻一下我的韵层啦! 但是你要准备50箱旧的硬币啊,放进去! 看那么好吗? 我们在此,恭祝大家,恭喜发财! 万事如意! 同道拿来,拜拜!